我母亲对她一直都很好 把她就相当于 当亲闺女一样照顾我 但是有一次 我妈妈不小心 把腿摔伤了 摔骨折了 我就当时打电话 我说咱们回去吧 咱们回去看咱妈 她就说 我工作怎么忙 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 现在职场怎么怎么样 她就是不跟我回去 她这个态度让我 说实在很难接受 其实真的 你回去了吗 我回去了 她后来回去了吗 休假的时候回去了 我到时就有跟她说 我记得那一次 是在一个周中 晚上就是不是星期二 就是星期三 这种她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就第一时间 就有给她妈妈打过电话 是她妈妈亲口跟我说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而且家里边有叔叔照顾 是她妈亲口跟我说 让我不要折腾 不用回去了 然后我也没有说 不跟你回去 我就说你等我两天 等我到星期六 星期日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星期五个请假 我把手头活干 我一会儿 然后说到星期五位 我让你给你 我把手机关上 行人了 你把手机关上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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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任在一开始就出现了一定的裂痕的话 那到后来想要再弥补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难 你可能因为第一开始的信任出现了危机 然后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浮想连篇 那我想跟女生说一点 就是你身边围绕很多优秀的男生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男闺蜜也好 但是在男生看来 不管你心里面怎么想 他看到的是你的行为和行动 可能男生有一点太黏着你 这是他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给到了他什么样的回应 有没有让对方感受到 这个行动带给他的一种安全感 其实往大了说 你们两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 男生要的是安稳的日子 父母健康 然后不久之后再要一个孩子 这是你对人生的一个规划 可是女生不同 是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他要先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 再去考虑你们两个人的未来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排序的话 他在你这排第一 你在他这排第二 甚至还要往后 所以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没有两个人一个共同的方向的话 就算结了婚那又怎样 你继续留在北京陪他奋斗 可能最后等来 也不是你要的那个结果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